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小冬 你看咱们新家 你看 我们回来了 丹贝 回来了回来了 快让李姨看看 哎呀 没瘦啊 你看看 这段你回来 李姨和克敏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炖着鸡呢 丹贝 对啊 那个 小冬 欢迎你回来 小冬 你来看 过来 这是你的房间 你将来住里头 妈妈住外的 小冬啊 饿了吧 吃饭嘞 快出来吧 乃冬 你说王夕 妈妈还有什么地方没有满足你啊 嗯 你想玩什么 咱就玩什么 你想吃什么 马上就吃什么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现在妈妈只有一个要求 这样你答应 妈妈没得说 跟刘晓东赚进来往 跟刘晓东赚进来往 你今天到了这一步 完全是因为跟刘晓东混在一起闹的 你知道吗 如果你现在再不当机立断 你的前程全都毁了 行了 行了 别说了 都知道 刘晓东是谁啊 咱是谁啊 他不要紧张咱们还要是不是 干嘛呢 你教育女儿 把我儿子干什么呀 怎么啊 我不能说了 这我明白了 明白了什么呀 孩子们有错了 不能说就是谁影响了谁 谁就害了谁 这么说公平了 刘晓东你什么意思啊 嗯 是不是因为今天见到他们娘俩 兴起回归的心了 你干嘛去 晓东 饿了吧 唐醋瑜来了 晓东 出来吃饭吧 晓东 你快出来呀 看你一座的唐醋瑜 这是他拿手的 晓东 你在睡觉吗 没有 那我进来了啊 晓东 吃饭了 你不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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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米 咱们已经不是一类人了 以后你就不要再理我了 让我自生自灭吧 你说什么呢 真的 我已经废了 一招吸毒 终生戒毒 所以 你们不要再对我抱有任何希望了 我废了 小冬 小冬 我可不这么想 所有不开心的事都过去了 不是吗 你为什么不鼓取勇气 重新开始 我相信 只要你不放弃 就一定会有希望的 现在 所有的人都在外面等你吃饭 你就真的不去了 你打算 永远都不走出这间屋子 走吧 别想那么多了 我妈可是花了一上午的时间 做了一桌子菜 都是你爱吃的 走 啊 小冬 快坐这儿 坐这儿 快点把这边儿来 来 倒上 倒上 来 给它倒上来 那个 说两句 欢迎小冬回来 来 小冬 把杯子拿起来 来 吃块鸡 谁呀 我来 大为 你怎么来了 是你影响王妻吸毒的 还是王妻影影响你吸毒的 刘大为 你发什么神经啊 你坐下说 谁影响谁 这个重要吗 我不相信是里影响王妻的 我不是与任何人 往我儿子身上铺一滴脏腿 听话 我现在后悔 我真的 不恨 我不应该把小冬往我们那儿带 他现在身上的坏毛病 全是跟王妻学坏的 没有 小冬 你能不能答应我 不再跟王妻来往 能不能有点鼓起 你能不能现在答应妈妈 我们俩宝贝回来了 张一 给王琪都没热牛奶 刘大为呢 没见回来呢 刘大为 你果然不在家 你在哪儿呢 不会在前方那儿吧 你别欺人太甚啊 我看儿子怎么不行啊 行啊 三口人团聚了当然行啊 马上回来 听见没有 我们也吃好了 那我们先走吧 对 小冬也休息休息啊 天方 厨房啊 你自己收拾是不是 冬王 看哪儿不借了吧 别再跟王琪来往了 要不然这辈子就毁了 爸妈一年比一年老了 你不能有闪失 万一有了闪失我们受不了 天方 咱们一块儿帮儿子解冬 王琪那边我想办法 绝不让他跟小冬再来往 有情况咱们及时联系 有困难咱们及时想办法 好 喂 安柔妈 我是王琪 对 你快给我送货吧 我快憋死了 小冬 没吃饱吧 你要是不累的话 妈妈想跟你聊聊天 都四个月了 都四个月了 妈妈四个月没见着你了 在这四个月里 妈妈给你写了很多信 也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反正在这段时间 妈妈跟王所长 谈过好几次 王所长也给妈妈很多 资料让妈妈看 妈妈现在 好像明白了很多事情 真的 过去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对你要求太严格了 我想 再给妈妈一次机会 咱们重新开始 你说呢 知道吗 一旦吸上毒 就很难再戒掉 几乎没有戒毒成功的例子 我已经毁了 过去的那个刘晓冬 你已经不存在了 你无论对我做任何事情 都是白费功夫 我们合不来 和你在一起生活 我并不快乐 你也不快乐 我们在一起只能互相伤害 互相折磨 对你对我都不好 这有什么意义 你还是让我走吧 不会的 真的不会的 我知道 戒毒很难 但是正因为难你才需要妈妈呀 妈妈陪着你一起戒毒 我相信你肯定能够戒了 真的 妈妈现在很后悔 把你那么长时间的心血 叫什么流浪的心给烧了 真的 妈妈真是错了 正是向你道歉 妈妈 过去啊 妈妈特别的爱你 就是 就是不善于表达 再加上妈妈 不像你们年轻人那么浪漫 那么 所以希望你能理解 世界上最疼你最爱你的 肯定是妈妈 真的 不要这样 我不习惯 你出去吧 我要休息 你抽烟了 奇怪吗 我都吸毒了 抽烟算什么呀 看不惯吧 你要我跟你在一块生活 那以后你看不惯的事情多了 所以 你最好还是让我走吧 免得忍你生气 大家都不好过 不不 没关系 以后 你做什么妈妈都接受 只要不吸毒 真的 不过 烟还是少抽点 对身体不好 你还是老样子 什么都要管 我看你是改不了了 所以我不要在一块生活了 好 不管 你出去吧 我累了 好 我累了 我想看看孩子 就一眼 他没有你这样的父亲 我也没见过 把女儿送进去的父亲 你孩子积恨李欣 当然 这件事情她做得是不对 可是你也应该理解 她也是一个做母亲的人 莫莉 这件事情 就让她过去吧 这件事情过不去 永远都过不去 你转告她 她这一辈子被犯到我的手上 琪琪好吗 她好不好跟你没关系 你就当没生过这个儿 让我看她一眼 就一眼 我求求你 莫莉 莫莉 有件事情 我得告诉你 我马上就要移民加拿大了 而且很快就会早 下个星期 我会带着李欣和孩子 去看她妈 这孩子眼睛有点问题 我也得给她找个医生 好好地看看 这也许 是我走之前 最后一次来看琪琪了 可我真的没想到 你的反应会这么大 莫莉 我们都已经是中年人了 往后的日子 都要珍惜着过 我从内心里希望你们幸福 也希望咱们的情形能够充分 以前 我是做错了很多事情 我今天在这里 真诚地跟你道个歉 对不起 对不起 莫莉 那我走了 照顾好自己 和咱们的女儿 请不吝点赞 小冬 小冬 你干嘛抽这么多烟呢 你懂不懂尊重人啊 门都不瞧你就进来了 我现在十起五岁了 我是个大人 你还以为我是那个孩子 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你出去吧 我少看见你 就可以少抽烟 出去啊 看儿子行不行 行 怎么不行呢 大人啊 我是有原则的人 从今天开始我们约法三章 你想看儿子 我不拦你 你约到哪儿看都没有问题 但就不许到天花家去看 这个很重要 你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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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冬 什么事啊 那个 你饿了吧 妈给你煎了个荷包蛋 刚吃了饭 吃什么荷包蛋啊 吃饱了 你自己吃吧 好吗 我开了 你觉到我来 你怎么还加了 也不你 你找你 你找我 去吧 你哪哪啊 我找你 你 你找你 都解密的 够意思 小心哦 都有姐们 说这个 要帮跟你说一下 刘晓冬家电话 芋妈呀 你怎么弄到她 小看姐们儿了不是 有杨晓冬在 谁弄得着她 她ня妈 姐姐 她没有 好有这样的 你上哪儿去啊 没烟尽 我帮你去买吧 怎么 不相信我 怕我去吸毒啊 没有 我是怕你累 有些事妈妈能替你干的 就帮你干了 我就知道你不相信我 你能不能给我一点自由啊 我想自己去买 那个行 我陪你去 如果你真的相信我 你就让我自己去买吧 干嘛 你去吧 你去吧 你感 temperatura 你多头啊 就 SAM repair jeg 去吧 你 我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不是买医院去了吗 你是什么 安眠药 你买安眠药跟着 日子要是实在够不下去了 我就只安眠自杀 小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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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妈看没逼你的意思 小冬 你天下 你就废了 你 他 脆脆的 finite 我睡觉了 觉得委屈了 田大姐 我就不知道他需要我干什么 我干什么才能让他满意 其实大部分离开戒毒所的人啊 都会出现这种情况 您别怕 也别慌 虽然小冬她离开戒毒所以后 已经初步拖延 但是牵引性的症状 还是会继续折磨她 尤其是失眠和焦虑 这些都是非常痛苦的 作为母亲啊 您在这个时候责备她 强迫她 甚至关她禁闭 都是没用的 您啊 应该学会 帮她解决问题的办法 就是说在她失眠的时候 您应该帮助她睡眠 在她焦虑的时候啊 您要设法安慰她 是啊 我是这么做了 可是她还不满意啊 慢慢来 您这么做是对的 只不过呀 还是需要加一时日 才能见到成效 解毒是个长期的工作 其实这些 应该是一名医生应该做的 可是又没有谁 能常年累月地跟着您的儿子呀 作为我们 只能教您一些简单的医学常识 让您去帮助她 支持她 哎呀 我怎么不帮她呀 我想帮她呀 可是她不跟我交流啊 她想什么 喜欢什么 高兴什么 不愿意干什么 她都不跟我说 我要去找她说吧 她一开口就是 哎呀 你是五十年代的人 我们是八零后的人 我们不是一代人 我们中间差了好几代呢 王所长 您说说 我们中间能差几代 我是她妈呀 顶多差一代呀 我遇到这种情况太多了 妈妈学的是俄语 儿子学的是英语 妈妈喜欢古典乐 儿子呀 喜欢周杰伦 对 就是他们到一块去 是啊 这兴趣爱好不同 并不能阻碍你们成为朋友啊 您试试放下母亲的家 跟儿子做所朋友 好吗 这本册子是内部读物 我写的 专门告诉家长 如何帮助孩子睡眠 怎么给孩子服药 这些基本情况上面都有 应该对您有些用处 哎 我回去看看 谢谢 您太可惜了 哎 柯敏啊 天一麻烦你个事 您说 我想给小冬啊 买个电脑 然后这样的话 有些就能沟通了 但是什么型号啊 什么什么这个牌子 你帮我猜猜猜 行 你什么时候去买 明天吧 好 但是天一 我等会儿带你去 把头发染了吧 这样不好看 我还是喜欢你原来那样 哎 染吧 好吗 行 染了 好吗 你看放到耳朵边好开啊 我觉得这颜色染得不好 我觉得挺好 你看 挺好挺适合你 喂 喂 喂 我找一下天方 田总 电话 我觉得这颜色就是不如原来那好看 喂 天方 我 大为啊 没什么事 我就是想问一下 小东最近好不好 小东最近还可以 一切都挺正常的 我希望你配合的呀 就是管住王琪 你别让王琪老来骚扰她 你以后啊 他们俩别再交往了 哎 进来 刘总 莫总找您过去一下 好 我马上去 好 你找我啊 二期的平面广告策划出来了 我是让大学孩子们做的 我看挺有意思的 你看一下 把把关 我看着没了 你觉得行就行 大卫 如果我这段时间做了什么事 让你不舒服 我向你道歉 但我需要你明白一点 那就是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刘晓东和王琪戒毒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如果在这段时间里 刘晓东不去戒处王琪 他们能够成功戒毒 以后咱们什么都好说 我也说一句话 如果你能保证 王琪不再去找刘晓东 我就能保证刘晓东 不再去找王琪 你们男人都这么小心眼吗 你是不是还是 谁就在为那天的事情跟我生气 你这又是跟谁啊 这整天的为刘晓东和王琪的事跟我较劲 你说 我呀得说你两句了 你干嘛非得强调谁带坏谁的这个问题呢 你觉得针对这个问题有意思吗 当务之急是把王琪值得远远的 送他出国留学 这样刘晓东还够得着吗 除非他长翅膀呢 对 出国是条路啊 此时还得重长记忆 计划没有成熟之前 你千万不要告诉他我 对了 碧容 以后刘大为提现 你随时向我汇报 如果他要是不高兴 就让他直接来找我 是吃里扒外 拿我的钱去借记田芳 把我当出什么了 早就等你这句话了 哎 田一 那我们先把他装好 等他醒了给他个惊喜 行 这店有个差小就装着好 轻一点 轻一点 你们干嘛呢 醒了 妈给你买了一个电脑 花了一万多块钱呢 这可是现在最好的 买这也干嘛呀 哎 方便你用啊 要了你可以写一小说啊 天一 你刚才不敢跟他说那些小说的事啊 看看 小冬 小冬 你这是干嘛呀 你去告诉我妈 让他永远不要在我面前提起些小说的事情 田一花了那么多钱 你好歹出去看看呀 啊 喂 妈 我在田一这儿呢 好 我现在就回去 你别闹情绪了 我妈叫我呢 我得回去了 赶快出去看看 别让田野心里难受 妈 找我什么事啊 什么事 吃饭 你说你挺大的闺女 别乱往刘晓冬家跑行不行 说什么呢莫名其妙 孩子 不是妈说你 不是有那句话吗 一招吸毒终身戒毒 你看刘晓冬现在的样 他根本不像戒毒的样 你问问李晓冬 他想戒毒吗 我看他跟那些富家子弟啊 混的啊已经毁了 妈 你说你也是看着晓冬长大的 你怎么对他成见那么深呢 再说了 现在田野已经感觉到了 只要他换个方法对晓冬 他们俩的母子关系 很快就能缓和的 要是这样的话 晓冬也就 也就什么也也就啊 你田野怎么安排晓冬 这个我不管 我不能把我闺女搭上去啊 以后啊 别跟小冬接触了 啊 喂 还说你死哪儿去了 小冬有消息了没有啊 喂 杨姨他们 找到小冬的地址了 但现在我们 谁也没有小冬的手机 也不敢往他们家打电话 气死我了 我也不敢打 我跟你说 他那个变态妈妈 是不会让小冬接电话的 来 小冬 你笑好了 来 趁热喝趁热喝 怕怕苦 你加了点蜂蜜 别玩了别玩了 快点趁热 这药物药凉不好喝 喝了不喝 喝了不喝 哎呀 听话 快 快点 你烦不烦 我师父 你看你弄的 我这一把又没玩过去 怎么办啊 那我再重新给你熬 先生 您给我茶了 来 张颖 来 这钱你拿着 那不行 我不会让董事长知道她 你帮我坚持翁琪 只要她一出门 马上向她报告 先生 这都我应该做的 这钱我不能收 你每天时间挺多的了 这钱应该拿着 我和那成天在房间里打电话 我就知道 她那心还野在外面 那 谢谢先生 不信 好 小冬 您还是得吃药啊 不吃药这病治不好 妈又从前给您熬了一晚 还是割了芳蜜 方大人 喂 喂 你熬怎么了 没事 我再烫了一下 刘总 来 请坐请坐 李总你好 你好 我有事找你 那坐着说吧 是什么 是这么回事 小区这不是快开盘了吗 我想有必要 拨一笔专项资金 上下活动一下关系 正好蓝局长今天晚上过生日 我要送他礼物 在你这儿拨一万块钱现金 是这事啊 嗯 刘总 恐怕以后像这样的事 我都不能及时地答复您 得去问问孟总的意思 我不是有二十万的现金支配权吗 那是以前 我现在接到的是最新之事 最新之事 他什么时候说的 就最近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 您可以去问问他 行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 这我就不能保证您了 要不您去问问他吧 没准啊 他还不批给您呢 你们这是搞什么名堂啊 我拿着钱去花天酒地了吗 你们这么卡我 好 今天拿不到钱 就把日子错过去了 你知道不知道 人一年就过一次生日 我知道 刘总 不过 什么事都得一个名目吧 今天一个名目 明儿个还可以找一个名目 公司是有规定的 你不能让我犯错误吧 什么名目 你什么意思 小冬 上网了吧 我告诉你 妈妈 今天想好了 从今天起 妈妈给你 学电脑 学上网 你上网干吗呀 妈妈 妈妈不能做老古董啊 你做古董挺好的 你瞧不起妈妈是不是 我告诉你 我现在都学会你们好多网络语言了 你不相信吧 妈妈给你说几个啊 菜鸟 菜鸟是新手的意思 我说对了 你看我说对了 菜鸟是新手的意思 那个西饭是喜欢的意思 马马甲 等会儿啊等会儿啊 马甲我看看啊 马甲是AD 对不对 是ID 你知道ID什么意思吗 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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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D是英文的缩写 是身份识别的意思 你怎么那么不求神经 妈妈晕了 你好好的追什么时髦啊 你要学就踏踏实实学 你不学的话别人不会看不起你的 小玉学了几句网络语言 就可以当网民了 你知道系统怎么装的 病毒怎么防的 QQ怎么用的吗 妈妈就是想跟你有共同语言嘛 平时能够聊天嘛 我跟你说没关系的 小冬你要是对妈妈有意见 你随便给妈妈拍砖 拍砖 妈妈肯定接受 这个 妈妈永远是你的粉丝 因为妈妈对你 二本 二二五零 对二五零 什么是二五零啊 五零我喜欢你啊 你以为我不知道 五二零是我爱你 哎呀 这种手衣法跟你沟通 好 好 好 是 我 那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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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